大家好,欢迎收看科幻movie 今天小编要为大家介绍一部 14年上映的美国科幻电影《名誉边缘》 电影开头外星生物入侵了地球 欧洲整个都被攻陷 为此人类科学家研究了战斗装甲 然后把他们投入到了这次战争中 女主角瑞达利用她的战斗装甲 干掉了100多只小怪兽 军队于是大力增加了战甲 然后在战争中也从被动变成了主动 凯奇接到上司命令 让她去征兆参战 只是人物设定把她设定成一个胆小怕死的人 压根就不敢上去 上级就让人把她电晕 然后发配到了新兵营 天宫不作美 第二天凯奇所在的部队就受到了怪物的袭击 死伤非常惨重 运气极好的男主凭借运气解决掉了一只怪兽 怪兽身体里溅出的蓝色血液侵蚀了她的身体 就这样阿滕哥倒下了 剧情的发展肯定不是这样的 镜头一转 她回到了昨天刚到军营的时候 就这样死过几次之后 凯奇好像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竟然知道该怎么玩了 那为啥还不get起来 此时瑞达也注意到了凯奇 就带着她去见生物博士 博士说外星生物就像一个生物整体 普通的怪兽就跟肌肉一样 大脑里的欧米加会重新在自己动当天的时间 所以阿尔法就会吸取越来越多的经验 上回她杀掉的怪兽就是阿尔法 她的血液进入了凯奇的身体 所以她现在就是伪阿尔法 所以她死后都会被欧米加再次复活 瑞达说自己原来和凯奇有着一样的经历 所以她现在可以轻而易举的杀掉一百多只小怪兽 他们知道欧米加在不久后会在凯奇的脑子里出现 所以他们要把握好这次机会 找到她然后毁了她 于是瑞达准备给凯奇展开特训 还告诉她如果受伤就一定要自杀 因为她自己当初就是因为失血过多 然后身体里被输入了其他血液 所以才会导致部分能力的丧失 不久后凯奇果然通过幻想看到了欧米加 此时她正躲在德国的一处水坝 但想要到达那里就必须要过海滩的战斗 凯奇也不是能一直那么幸运 经过几次重生她开始放弃希望 但是当她看到人类失败 怪兽攻陷了整个伦敦时 她知道她不能轻易放弃 于是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杀出重围 凯奇到达水坝后才发现欧米加压根就不在那里 其实怪兽早就发现阿尔法中混入了人类 于是开始将棘就棘制造出幻境 凯奇只能设法自杀回到过去 这时瑞达告诉她博士开发了一个装置 这个东西可以让凯奇和欧米加有心灵感应 果然装置一启动 凯奇就发现欧米加此时正藏在卢浮宫里 但是凯奇突然发生了车祸还被输了血 她还是和瑞达去了卢浮宫 果然他们看见一个阿尔法正在守护欧米加 没有办法一定要先引开阿尔法 为了赢得这场战争 瑞达只能够先牺牲自己 留下凯奇一个人战斗 但是他们小看了阿尔法 他杀死瑞达后很快就转身 用爪子刺穿了凯奇的胸口 但我们的男主在最后一颗扔出了手雷 炸死了欧米加 老大一所有小喽啰都失去了意识 凯奇再次获得了重生 回到了参加这场战争之前 他和同事此时正在看新闻 从新闻中得知 卢浮宫发生了大爆炸 怪兽都失去了战斗能力 此时的中欧两国横扫了欧洲 英国也准备从法国的西海岸登陆 凯奇重新回到了军营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哦